关心还是一定要 我觉得社会总是还是 你要有亲人家人一些温暖 但是不要介入 我觉得也不要去搭车给人 就这样 那 DICE有过一个简单说 林哥不管怎样谢谢你们 那点关心 你这么大 你到这个阶段 他要你操心穿毛钱 就这样 那是什么时候传来的 也就是 几个礼拜前 新圈有些风波不断 伟装哥 怎么最近发生的事情 哪个圈 明星圈演艺圈 大为四 在前面 这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就不要介入 对 关心可以 但不要介入 越介入的话 我觉得越乱 就不要介入 你不然默默关心还是怎么样 就这样 关心还是一定要 我觉得社会总是还是 你要有亲人家人一些温暖 但是不要介入 因为 越介入 自古就有两眼 就是不要介入这家人 就是 大概在你们说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在忙 然后 我觉得 有标记大家 就给予 就这样 那 大一时有过一个解决 说 平哥 不管怎么 谢谢你们 那些关系 这么大 年纪到这个阶段 还要你操心 上海 前 就这样 这什么装长 也就是几个礼拜前 我现在在这个时代 尤其在这种网络时代 咨询 很爆炸的时代 我很多事情都要听到这个人 怎么跟我讲 或者这个人 这些新闻 或者一些事情 是怎么样 我清楚听到人家讲 我才能回应 否则都是传 传来传去 我觉得尤其这种家务的事 你根本没有 它不是公论的事 这种事情一定要听到 每个人当时 比如说你当时讲我什么 我怎么回应 我当 亲眼看 但是我都没办法相信 我没办法智慧 这是我在这行的原则 能够有跟小飞您有话吗 小飞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前 有留话给他 问我好 我没提到什么事情 我就会问他好 然后也是留话给他 双方也没有话 也就是男孩子把事业做好 就是怎么样 谢谢 谢谢